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我深传媒推出的怪论奇谈节目 之前的节目我们谈到来自2060的未来人KFK和2062未来人 这两位未来人都是从未来通过某种途径来到2020年的现代 随后又因为旅行法则的缘故不得不返回我们的未来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具体的内容还请查看右上角的信息卡 对于这两位未来人我们无法得知他们的真实性 但是今天我们讲的一位预言家大家都称他为拿都正伯剑 他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位杰出企业家 他还经偷风水八字面相易经奇门遁甲生命数字学等 他在玄学方面有超过15年的研究经验 他在2019年10月的公开演讲当中对2020提出了14个语言 他列举了以往庚子年多灾多难的实例 并直言2020庚子年也会是个天灾饥荒危机四伏的一年 到目前为止已经精准地命中了10个语言 还有另外4个语言就看2020年的下半年会不会应验了 郑伯剑出生于一个小康之家 父亲是一家暴色的副总编 郑伯剑从小就是一名名列前茅的学生 不但活跃于各种组织并担任各学会的主席等 同时也是运动场上的一名佼佼者获奖无数 13岁那年他以全国第二高分考进了吉隆坡中华独中 然而不幸的是在他14岁那一年 父亲因患癌病逝 这对于当时的郑伯剑来说仿如晴天霹雳 家庭立即陷入了贫穷的窘境 他的母亲为了生计也被逼当制衣厂工人 郑伯剑也无比的迷茫 成绩也一落千丈 那使得他便开始执着于找出人生的真理 每当放学之后便去图书馆阅读许多有关哲学 宗教命理思想心灵的书籍等来逃避现实 那一段日子是他人生的最低潮 犹如行尸走肉 好在他经过了一年的挣扎后重新振作了起来 他终于领悟到一个道理 如果死亡是人类解决不了的事 那么我们还有呼吸时 是没有什么事是解决不了的 他感受到了生命的重要性 是宽度与深度 因此他立志要突破一贯的生命定律 从那一天起 只有15岁的他犹如浴火重生 不间断地迈向自己的理想前进 他开始收拾心情 并努力追回忽略了一年多的课业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他17岁那年 他也受选为学长团团长 成为学生与校方的桥梁 协助解决了不少问题与冲突 然而在高三毕业后 摆在他眼前的又是一道阻碍 原本一直想暴读商管和经济学的他 因为知道家里负担不起 他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但是他依旧没有放弃 选择了当时其中一项学费最便宜的科系 广告市场学 后来24岁的他在本地市场品牌界 已成为一位想当当的人物 从1997年开始建立品牌 不计其数 他所创立的品牌公司 由他一手包办 2000年开始协助星巴克 一同成长了13个年头 由当时全马14家的星巴克分店 扩展到超过130家 他立下了不少汉马功劳 此外他在行销界和传销界的20年也累积了系统 他综合了品牌 市场学 人性行为科学 风水命理 组织管理 行销策略 复制系统 经济学 专专业培训等 带领着新的团队在2008年颠覆了富贵集团当时18年以来的经营模式 引领新风潮进入年轻化 专业化 系统化的年代 如今的他是一位企业的创变者 同时也是亚洲的行销传奇 成为了销售额高达13亿马币的常年世界冠军 拿督是马来西亚有工人士才能得到的一种荣誉头衔 这种称号一般由马来西亚各州王室或是元首来封闲的 主要是封给富商或是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人 网上对拿督郑伯健的介绍说他是一位风水命理学家 与此同时他本人专研玄学也已超15年 涵盖了易经 八字 风水 奇蒙遁甲 香学 性命学等 中华武术 还有生命数字学 人格分析学 心理学 哲学 灵气学等学问 因此他综合了多年的各种学问和经验的精髓 中西科学 玄学何必以印证实战为基础 提倡了企业玄学化 玄学战略化 战略数据化的玄学新趋势 除了排除迷信 还注入了人性探讨 科学理论 市场战略等 随后他集合了能量时 时尚 玄学教育等使命 创造了Meta Group 亿元集团的新风潮 更将玄学企业引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世界版图 他希望通过揭开生命与大自然的密码 让更多人找到自己内心轨迹 突破潜能 以打造一个更正面 极有智慧力量的世界 就在去年2019年10月24 拿督正伯剑举行了一场玄学讲座 在那次讲座中 他大胆推测了关于2020年世界的趋势 他说2020年是庚子年 所以非常的不一般 以往来说 每到庚子年都是多灾多难的 2020年将会是天灾人祸的一年 但也是重新开始的一年 他在台上并说出了2020年的14则预言 直接来看看他那10个已经应验的预言 第一个应验的预言是全球金融股市大跌 上半年会跌 下半年会回稳 上半年由于疫情的影响 现在世界各国第一季度的GDP 大部分都是负增长的 最为明显的发生在今年的3月份 美股在10年内熔断了4次 这也是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的情况 估计第二个季度也很难有所好转 第二个预言是世界性大财源 是疫情爆发后 一下子改变了各大小公司的运作 全球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影响到了各个行业 停工停产 购销渠道受阻 现金流紧张 许多大小公司不得不通过财源 来减少资本性支出 和其他间接成本的支出 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 有交运业 批发与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卫生和社会工作业 以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 有些公司无法继续经营 从而宣告破产 随即要来的便是失业人口也大幅增长 美国的失业率已经超过了惊人的20% 第三个预言是多注意肺部 会有类似SARS的病毒袭击人类 这个预言大家就显而易见了 目前仍在世界继续传播 全球已有188个国家出现确诊病例 确诊总数现在已经超过770万例 近41万人因此上升 第四个预言是大虫害预言 2020年确实发生了70年以来最大的蝗灾 东非蝗灾数千亿蝗虫肆虐造成多个国家 粮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蝗虫大军一路来到了中印边界 最后被高原阻隔 这些国家控制蝗灾的努力尚未奏效 然而时间已匆匆来到6月份 这个月也正是蝗虫正进入交配繁殖期 蝗灾可能比预想的要更加严重 第五个预言是物质短缺 万物起价 因疫情的激增 世卫组织不得不宣布 此次疫情为全球流行病 全球已经有一些国家和城市 采取了封锁和隔离等紧急措施 从而加剧了社会恐慌和不安 欧美国家纷纷出现了抢购潮 人们涌进超市 大量购买和囤积日常生活物资 其中有N95口罩 卫生纸 酒精 温度计 消毒液 水等等 这导致货架瞬间被抢购一空 这也使得超市里的物品被抬高了价格 第六个预言 政局大洗牌 政局的变化从2019年就开始有了苗头 这是由于疫情大流行 这种趋势加速 除了美中关系的持续恶化 带动世界与中国交恶之外 由于经济停滞 带来的社会矛盾也凸显出来 此外 左派与右派的格列也进一步的加深 如果按照这样的趋势下去 世界的政治局势将有一次巨大的变革 到时会是一个什么状态 谁也无法预测 第七个预言是全球停顿 重生之年 人类疾病大流行 病毒扩散全球 死亡数不断攀升 各国纷纷祭出防御政策 来试图阻止疫情蔓延 很多国家不得不采取 封国封城的措施 来避免大量人群的接触 所造成更多人的感染情况 人民被要求待在家中自我隔离 各国的经济活动也受到了影响 全球基本处于生产生活交流 全球物流流通的大停顿状态 然而有趣的是在人们暂时消失这段时间 空气污染减少了 大气更透明了 环境也安静了 野生动物似乎也正在恢复其应有的生机 第八个预言大暴动 这一切的开始要从一名白人警察 执法涉嫌致死一名非洲裔男子说起 眼下美国疫情依然严峻 这个事件就像一根导火索 让很多在疫情中深受伤害的美国民众 的不满情绪集中爆发 他们认为是种族歧视 造成了自己如今的境遇 在一些组织的组织下 他们走上街头 导致我无法呼吸抗疫 在美国各地开始蔓延 不知何时何种目的 本该平和的游行示威 渐渐向失控的方向发展 从游行变成了暴力示威 示威者先是在美国一些出现了 示威人士抢夺店铺后 又出现了占领街区 建设社会主义国中国的情况 目前这种情况仍在继续 割裂了美国社会的同时 也向其他国家蔓延 第九个预言 大旱灾 从去年九月到今年三月的夏季 自利牛油果因为干旱 减少了25% 干旱不仅发生在自利 也出现在美国 澳大利亚 意大利 泰国等国 今年四月 中国也不例外 云南正遭受着近十年来最严重的干旱 美国西部大部分地区长达20年的干旱 正逐渐演变成1200年来最严重的特大干旱 本次的特大干旱起源于2000年 目前仍在持续 而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效应之下 使干旱更为严重 各国家也因干旱 物价上涨 第十个预言 大水患 中国南方近日好雨成灾 酿成洪水 江南大部分 华南中北部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 累积雨量达到100至250毫米 且灾情不断扩大 影响所及广西 广东 福建 浙江 江西 湖南 贵州 云南等8省区 多达52条河流水位超出警戒线 超过260万人受灾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关三峡出现形变的传闻 又一次引发了人们的热议 据一些专家推测 将十倍于板桥溃坝的事故规模 有人可能不熟悉板桥溃坝 它是发生在1975年 中国河南驻马店的水坝溃坝事故 事故造成了24万人死亡 受灾人口达到1015万人 被誉为世界十大技术灾难之首 今年虽然刚过一半 郑伯剑的预言已经应验了10个 接下来说到的预言 就是还尚未发生的未来预言了 分别是发生在下半年的大地震 大水窝 随便出现类似沉船的事故 贸易战 粮食危机 他还提醒人们要注意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下大雨天尽量不要开车 如果要坐船 或者是坐大邮轮等 也千万要小心 在他预言的2020年的14个预言中 看来不是天灾就是人祸 当然他还说今年也是重新开始的一年 郑伯剑也给大家提出一些建议 第一是不要乱花钱 第二不要在今年大肆的发展事业或者是生意 但是今年也是创业的好时机 对于唯一创业的选择就是网络科技事业了 然而全球许多国家的民众都被禁逐在家躲避瘟疫 各公司还要继续运作 所以许多企业都是通过网络远程来完成 比如说公司远程办公 学校上网课 线上电影等等 各行各业也开始走入网络 第三今年也是大桃花之年 将会有很多桃色新闻发生 包括政治人物 以上这些都是郑伯剑去年2019年所预言的 大家还需理智分析和看待 最后还希望大家抱有希望 人生就是大起大落的 风雨过后再见彩虹 这期的怪论奇谈就到这里 各位还请订阅点赞分享转发 谢谢大家